刚忙活完点事出来跟大家聊聊天 昨天我看到粉丝给我发了个视频 说了个男子被骗到澳洲工厂当奴隶的事 这个事情我看的是觉得挺震惊的 可是后来看到评论区看的我就更震惊了 咱们先说的是啥事 有个姓齐的男子英文名Henry 持有留学生签证被骗到澳洲 原以为能够拿到承诺的免费时速 机票和优厚的薪资待遇 没想到却被当做了廉价劳动力 他被迫在一家工厂一周工作7天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一个人承担着两三个人的工作量 实行却只有5澳元合约24元 他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吃的是雇主的剩饭 甚至没有人身自由 从2021年12月一直到去年9月 秦某经历了将近一年这种奴隶般的生活 揭发他遭遇的律师说 他被控制了他没有自由了 他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 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奴役 这就是这个报道的内容了 说实话我一开始看了之后 第一个感觉就是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夸张 澳洲最低时间20出头 这个人才拿5澳元 这是绝对违法了 然后这个人被控制在工厂里 这都属于禁锢了 再有我很少听说 哪个在澳洲打工的包吃包住 因为澳洲的生活成本非常高 包吃住尤其是包住 对于雇主来说不合适 但是我琢磨 难道是因为给的工资足够低 所以才包吃住 反正我想了半天 真心不知道这事情真假 但如果是真的 这个姓齐的男子的确是被骗了 过的是真酷 想到这儿呢我就看了一眼评论区 结果这评论区给我看萌了 288一天还包吃住 做梦都不敢想 我们工厂上12个小时 19元每小时 吃的也是主管吃剩下的菜 剩饭也是老板剩下的 比一般的要好吧 我老板剩饭 喂狗都不给我吃 希望澳洲出来澄清一下 如果是真的 请问还要人不 原来每天工作12小时 被定义为奴隶啊 实行24是奴隶 那我十斤十块是什么东西 他还好可以吃老板剩下的饭 什么什么这叫奴隶 这个工资在国内已经相当高了 我们15一个小时 每天12小时 吃的是老家喂猪的 骗我吧 我不怕被骗 平时我会说有的评论区阴阳怪气 但是对这个评论区 我的整体感觉就是归舔之风迎面而来啊 我就当这个报道的事是真的 毫序故意带节奏的1450250 我就当评论区有些是真人 那么他们的意思呢是自己在国内赚的少 工作时间还长 还不如这个被骗去澳洲的人 那么我们就事论事的分析一下 他们这么羡慕 为什么也还是不合理的 首先根据这个故事啊 齐先生是通过某人或某机构办过去的 办的是留学生签证 那么很明显了 他需要给办理的人交服务费 学生签证费 能办下这个签证呢还需要交学费 有上学的证明才可以下签 即便是造假的廉价的什么学校 也要交以澳元为单位的学费才可以 还有机票呢 就算他找的是不正规的机构办理的 费用低一些 这些七七八八的加起来 怎么也要十万 这还少说了 那就按他说的 一个月能赚差不多八千多 干了十个月八万多 本还没挣出来 这还是在没有任何开销的前提下 其次之所以他坚持不下去了 我想一定是劳动强度太大 澳洲这地方工资是不低 但是什么事都是有原因的 工作绝对不轻松 雇主运营的成本也高 所以让员工多干活 甚至压榨一下都是挺正常的 你想不出力白拿钱 那是不可能的 十二个小时连轴转转没有休息日 坚持十个月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是被控制在工厂里 没有人身自由 那些评论区说什么自己过得苦的 有没有偶尔休息一天的时候 有没有自由活动的时候 一点自由都没有的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出来证明一下 其次呢 澳洲工资是不低 但不能只看收入 不看开销吧 只要在澳洲待过一段时间的人 都知道澳洲的生活成本有多高 一个小时五澳元 连坐公交车都不够 更别提其他的了 那就别理发 别买衣物 别有任何其他开销 别出门 别生病 看病买药都贵得很 啥都别想了 就待在工厂里 上班之后就睡觉完事 还吃老板剩饭 就那些评论区里说 国内老板剩饭 喂狗也不给他吃的 还有说自己吃猪食的 那要这么说的话 齐先生确实过得比你们强 但我希望你们可以证明一下 把吃的猪食拍出来 给我们看看好吗 谢谢 道理咱们说完了 下面呢 我也想抬抬抬杠 其实吧 那么多说自己在国内过得不如这个齐先生的呢 我也不能肯定人家都是撒谎 对吧 咱中国这么大 人这么多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有 既然那么羡慕 我强烈建议他们都联系一下齐先生 来呗 那不是都有人喊话说自己甘心被骗来澳洲当奴隶吗 话说人家报道里边根本没有说这是奴隶 就这个我不知道真假的故事里啊 人家说的也是办理的律师说 在他眼里算是一种奴役 当然在我眼里也是 但很显然在1450 250眼里不是 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 他们过得还不如这种类奴役生活 这我倒是相信 过得好的话 谁能在网上说自己吃猪食啊 好看吗 有时候吧 我真不想说太难听的话 但是我们中有些人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不分青红皂白 把所有可能带节奏的机会用上 就算是一个报道中说了 这个人被骗到澳洲过着很差的生活 也可以在评论区把节奏硬带成 是我们中国人过得还不如他 然后还有好多人被忽悠附和 只知道吹嘘外国多好多好 我们中国就是各种水深火热 客观的说 我们不否认西方国家生活水平较高 但是各国国情不同 简单粗暴的比较并不科学 而且外国人过得再好 不表示你出国去 就能立刻过上外国生活水平较高的人的生活 咱还有个语言文化差异 没有本地工作经验等等的问题呢吧 到现在了 网上还有很多人利用一些话术 比如谈收入换成人民币显得多 开销却说澳元美元显得少 甚至只谈收入不谈开销 好像出国的人都活在真空当中 只进不出 偶尔拿超市的一些便宜打折产品 出来显摆一下 还有的避而不谈出国投入的成本等等 这些话呢我不是第一次说 但是说了这么多次 还是有很多人宁可相信那些 办理服务的人的话术 或者有的人就是想要带节奏和被节奏带起来 还有的呢是压根就不打算出国 但就是要唱衰自己的祖国 自己过得不如意全都赖到环境 我要是在外国就好了 然后各种跪舔 对于这些人吧 我觉得好言相劝也没用了 我的建议就俩字走吧 这不是总有人骂我 一问就不好一劝就不回吗 那么这些人一问国内就各种水深火热 你们倒是赶紧润啊 在村里吃猪食 还真不如来澳洲当奴隶 其实你们知道吗 在澳洲要是进去了过得也不错 也管吃管住 要是不介意没有人身自由的话 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就是抬杠吗 好像谁都会似的 谢谢大家